HELLO 歡迎來到Follow Me 會理財 我是主持人TV 李萌俊慧 大家好 好啦 相信有一個指標大家一定都非常的耳熟能詳 叫做 KD 指標 到底什麼時候可以買 什麼時候可以賣 什麼是黃金交叉 什麼是死亡交叉呢 沒錯 今天節目當中我們就來跟大家分享 我們一樣 我們邀請到我們的股市精神友 Huita老師 來跟大家分享囉 哈囉 大家好 Tiffany 好 是的 KD 指標這個應該很多 有在投資的朋友應該都聽過這個指標 但是他們實際在操作的時候可能會發現 怎麼跟理論上面好像會有一些不一樣 對 應該這麼講 其實任何技術指標都有它的一個基礎的理論 但是我們常講當然沒有說是百分之百準確的 但是應該是說它的勝率啊 或者是說你長期下來使用它 你原則上我覺得是可以賺到錢的 對 所以今天大概從幾個理論嘛 然後再從一些大家會就是操作上面的迷思 對 幫大家破解 帶各位去觀念上面去做一些分享 要怎麼運用它你可以 應該這麼講 就是用的 你會覺得它更好用 是的 是的 就幫大家可以真的實際幫助到大家 所以呢我們就來跟大家講解一下 簡單的還是跟大家分析一下 KD指標它是什麼樣的概念 對 其實當然 其實公式我們就不教各位 因為太多理論的東西我們 我們不需要去特別了解 反正投資人會越學越混亂 我們最終要會就是一個很直覺的 怎麼去運用它 因為我們知道KD指標有K線跟D線 兩條線去做一個參考 然後去判斷它的黃金交叉死亡交叉 那原則上如果KD值 我們這樣講其實那兩條線就對了 就是K值低值 那如果說它比較在80以上的話 就是說可能股價比較過熱一點 那我們會比較傾向於說 這個地方可以適當的賣出持股 或者是做空 就在80以上 那另外一個比較 我們常會用到的就是在20以上 有時候股價其實跌比較深 或者賣壓比較重 就是說原則上這個地方可以 偏多去做一個操作 買進的一個部分 那在50附近 它會有時候會上下在這個區間 做一個算是震盪 那如果在50以上 我們會定調說就是 行情比較偏多 然後50以下操作會比較保守 那就是說 配合這個是基礎的一個理論 就是說KD指標在這些範圍 我們要做什麼樣的觀念 去做一個應對這樣子 就是如果大家真的很好奇 其實還是可以回去看這個公司 它其實大致上就是把這個股價 大概切成說過去九天 它有一個值 大概切成三部分 所以在反映這個股價它的變化 應該說敏感度 所以可能到了一個80 可能就像剛剛老師講 它可能就過了 它可能就會 往另外一個方向走 然後20我們可能覺得它是一個 那個我們說盤整嘛 一段時間 然後可能 可能會往上 對 所以我們從這個K值跟D值 還有它 綜合看到它在哪個區間 然後去判斷現在這個市場可能在什麼位置 所以用這個區間 那這個20應該說到0到100這個區間 是它計算出來的那個值 就是會落在這個區間 就是落在這個區間 就是固定的 對 就是公式 因為它設計出來就是長這個樣子 所以它畫出來的線圖就會 在0到100之間 來回去做一個 就是看行情的變化跳動這樣子 所以就是說這個數值幫助投資人在想說 現在股市的狀況到底是怎麼樣 然後什麼時候判斷進場跟賣掉的時間 對 好 然後我們再來看KD的一個使用的迷思 所謂使用迷思就是說 我們知道剛剛有談到環境交叉嘛 那當然環境交叉是不是一定可以長 就是K值由下而上穿越D值 我們當然要定調一個環境交叉 當然這環境交叉 第一個你可能要判斷KD值它的位置 有時候是在80以上 就是交叉嘛 就是由下而上 它有可能在80 它有可能在50附近 它有可能在20 這個位置就不一樣 或者你配合股價的位階去看 其實就是 應該是我們做的決策就會不一樣 對不對 那由上而下相對的嘛 叫做死亡交叉 那死亡交叉也有可能是出現在80附近 有可能出現在剛剛談到50附近 也有可能出現在20附近 也有可能股價是 大跌了一大段 那KD在黃金交叉 跟股價大漲了一大段 再出現黃金交叉 那當然這個你在運用上 其實你在做決策到底該買該賣 其實就會有不一樣的一個結果 所以說迷思就是說 很多投資人就是 可能只聽過只看到 聽過就說 KD黃金交叉就是買 KD黃金交叉就是賣 很多人是下這個結論 那所以我剛剛說 第一個迷思就是說 你要配合黃金交叉出現的位置 也要配合股價的位階 一併做參考 那你才能就是說 KD指標用的勝率會比較高 對這是第一點 股價的位階 對對對股價的位階 還有它的黃金交叉死亡交叉的位置 好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剛剛談到的 KD指在80附近就是又出 出現死亡交叉 是不是要獲利了解 那KD指標在20附近出現死亡交叉 他是不是買了就會賺 因為我們剛剛談到 KD指在80以上的一個死亡交叉 就是比較傾向於賣出 那KD指如果在20 就是比較低的地方黃金交叉 我們會比較傾向於買進 但這一定要會出現一個問題 因為這個指標 程式的設計 總會有它的 任何指標都一樣 都會有它的一個盲點 那盲點就是要靠其他的一些 技巧去修正去輔助它 那比如說一檔個股 如果它是一直長長不停的 假設啦 假設啦 那KD指它就會反覆在 80以上可能就是會來回的 叫死亡交叉或黃金交叉 那個線 各位去看它會比較糾結在一起 因為我們剛剛講上限是100 對 它不會KD指標一直 黃金交叉之後一直跑一直跑往上 那它會到一個值之後可能就會 糾結在一起啊 就會比較 這個我們的 應該說是 投資上的一些 術語 我們會叫做鈍化 就是說它在大漲一大段或大跌一大段之後 KD指標會有所謂的鈍化 那鈍化就會讓這個KD指標的判斷 比較跟我們理論上會有所長距 因為它公式上它會有這個盲點 原則上如果說比較平緩的一些股價 就是我們講就是漲一段跌一段 漲一段跌一段 它就詐詐詐詐詐會符合這個KD指標的樣子 對 它就會符合你說 欸 黃金交叉買 然後什麼 理論上它是這樣 但是 因為股價的走勢有時候千變萬化嘛 有時候通常一個利多 它可能也許漲 我講比較誇張 然後可能漲一個月這樣子 然後股價漲了一倍 那中間可能那個KD指標 你就會看到 我們不是說死亡交叉要賣嗎 為什麼它還繼續漲 因為我們講就是因為 在這種飆漲的個股 或者是急跌的個股 那種大跌大漲一段的個股 它就會出現我剛剛講的鈍化 所以說你要配合股價的一個走勢去看 所以這個地方就是說 在迷思上 第二點 就是我剛剛談到的 就是所謂的鈍化 你要懂得去判斷 這KD要是不是到所謂的鈍化 我們在操作上就要去留意 那第三點就是說 股價創新高 但KD還沒有到80以上 是不是就不用買 因為我們理論上是 教各位 80以上 死亡交叉 過熱了 股價要賣出 再賣 對 但是 有時候 可能它不到80 假設啦 如果它是70 75 Maybe 就是 懂我意思 就是大家可能 並不是真的到80 我們剛剛畫的那個區間 那其實KD指標它的含義 雖然我沒有教各位公式 但是你懂它的含義就是說 KD指的一個 黃金死亡交叉 它所代表的含義 代表股價的一個 我覺得可以用趨勢來代表 趨勢 對 當它 由原本的可能 就是還沒有死亡交叉之前 轉為死亡交叉 或者它還沒有黃金交叉之前 轉為黃金交叉 但它出現的位置 雖然不是在我們理論上談到的 20以下或80以上 但是 也許它在中值附近 都OK 那它所代表的含義就是說 股價的一個趨勢 對 所以說 並不一定要這麼執著於 它是不是到80 就跟我們 比如說 像我最近在減肥好了 我的體重 比如說標準體重 假設是 63公斤好了 那是真的一定要到63才是標準嗎 不一定 如果說你的體脂率 比較低 到64 65 其實還是很標準 不一定說 一定要糾結在 那個數字 一定是多少 那我一定要 就像機器人一樣這樣操縱 因為我們講指標是 死的 對 參考的指標是死的 但是人是活的 我們應該 其實教各位的就是 活用指標 我覺得這是重點 對對對 所以說我覺得 我們等一下會舉例說明 就是說 在遇到這些狀況 或者怎麼樣的一些操作 你的心態 或者操作理論上 該怎麼去做一個調整 對 我們等一下會 我們接下來就做一個 舉例說明 這真的是個大迷思 欸 說不定如果有些投證 他們在進場的過程當中 其實還沒到80 可是呢 欸 在他的這一段其實已經 已經活力很棒了 對他可能講了一段 然後KD之後已經 對那你就 其實可以先賣出了這樣 沒錯沒錯沒錯 對不對 好那我們先 看這一檔滑幫店的一個走勢 其實 在第一個 10月14號股價在17.65元的時候 紅色的是K值 藍色的是D值 KD是不是做了一個初步的黃金交叉 對 轉強轉強啊 對有轉強有上去 雖然上去的幅度不高 但是你可以發現 在接下來 是不是有一個尖峰 然後出現了一個反轉 對 那個時候就是 雖然他沒有在80以上 但是我們知道 股價的一個 剛剛講過各位 他的趨勢有所轉變 所以說你在那個地方圈起來的一個部分 可以適當的先做 賣出的動作 你有沒有看到股價就一路跌跌跌跌到最低16塊 然後到11月18號的時候 KD指標是在20以下的黃金交叉 這是投資人在教科書上最常看到的 所以在那個地方黃金交叉 那大家一定會滿 因為修正了一段嘛 那KD又黃金交叉 那這個地方 我們就會做滿進的動作 然後是不是一路上去 一路上去 然後其實中間 大家就會遇到一個問題 剛剛是不是有教過各位 KD死亡交叉 該不該賣 是不是要80以上死亡交叉才要賣 還是80以上死亡交叉 我們也要賣 當然這部分我覺得他牽扯到了一些 K線的理論 均線的架構等等 那我只先簡單教各位 如果有機會 因為這個地方加起來就太複雜了 我們就不講這麼多 我們就簡單給各位看 在12月份那個地方 是不是有出現死亡交叉 我們當時沒有說 把它標示出來是所謂的賣出的循環 因為那時候的均線 整個型態是 剛翻揚向上 代表說股價的一個趨勢它是多的 所以說它的死亡交叉 我們並不是作為這麼大的參考性 但是在走了一段之後 到12月23號49.75元的時候 我們說在那個地方 可能是一個初步賣出的警訊 因為那一天的K棒它是收黑的 它是收黑的 那在這樣的一個架構之下 我們就會比較界定 你可能要調節 甚至到這個圖的最後那兩根黑K 你有沒有看到 它是不是在50之下 KD值又再度死亡 那兩根黑K也跌破了一個上升軌道線 後面那一段嗎 對對對 後面那一段 所以你會發現就是說 即便它的KD指標 它不是在所謂 一定要在80以上死亡交叉 它甚至在50 在那附近死亡交叉 配合K棒的一個線圖去看 它就是很明顯的 形態上已經有 跌破上升趨勢線轉落 KD指標也轉落 所以這個地方 都是可以做一個賣出的動作 所以原則上滑棒電量這檔個股 你從過去 比如說去年10月份到 這個12月3個月的時間 其實你照著KD指標 操作這檔個股 當然最低最高點 我們沒辦法抓到 不過原則上大方向的趨勢 你用KD指標是可以賺到錢的 對 只是說 在舉例說明說 指標怎麼去活用它 並不是說這個20、80使用交叉 黃金交叉就一定一買一買一買 就是你要怎麼去過濾一下這個訊號 再來我們看望虹 那望虹一樣 在10月15黃金交叉我們做買進 其實你可以在上面 你可以發現 一般的軟體都會這樣子 紅色的部分其實就是在80以上 它會標示給你看比較清楚 那你會發現其實在80以上 它的KD指是不是有 好像反覆不斷的在前面一段 那個紅色密集出現 上面那一邊對不對 對對對 密集出現的一些 就是有點死亡交叉 又黃金交叉 這樣反覆 就是剛剛講的現象嗎 對 就是講的頓化 那因為均線的架構它是走多的 就是我講 這是一個比較強勢大漲的股票 你看它從28.75之後 就開始大漲 所以KD指它會頓化 就是那個線會這樣 來回 對 因為公式它是這樣設計的 當然 雖然我們理解公式的理論小那麼多 但是你只要知道 我教各位怎麼應用它 那種集長的課 它就會出現這種情況 所以第一個 你就不用太過去刻意解讀 它的一個死亡交叉 但是在12月13日那天 為什麼標出來 因為那一天的K棒 是比較代表性的 帶量長黑K 那KD又死亡交叉 那我們在配合KD指標的運用 會配合K棒去做觀察 就是這個地方 可能出現比較轉空的一個訊號了 KD又死亡交叉 那可能我們 也許在那地方可以 先做減碼也是OK的 先做減碼也是OK的 然後 在接下來中間這一段 其實股價沒什麼波動 波動其實不大 那重點是2月6號那天 股價創新高之後 結果KD指標隨後兩天 又再度死亡交叉 而且整個形態上看起來 均線已經有點彎頭向下 你會發現後面都已經彎頭向下 所以說在那個時間點 我會建議投資人 就是說你在運用KD指標的同時 配合技術面的架構去看 其實在那個時間點 可以先行做一些 減碼的一個動作這樣子 那最後一個我們再舉例說明 就是說 剛剛交給各位的一些 噁話的一些參考 就是說 很多人講 就是說 在破底的股票 我們希望能夠找到好的買點 但我們以網價做說明 你看從去年 它從139 一路跌到87.1 中間的KD指標 其實也黃金交叉了 應該圈起來的地方 就在20以下 通常這時候都會覺得 買樓買樓可以買喔 對買買樓 那這樣講的重點就在於說 這是幾跌的股票 那KD它在 這個我們剛剛談到嘛 鈍化 它會有這個鈍化的一個效果 好 所以說它的黃金交叉 反映出來就是說 因為股價已經大跌了很長一段 那KD指標很容易就會 在低檔有這個 黃金交叉的現象 那這個地方很多人說 那要怎麼去避免 好 我們當然不可能 百分之百都 完全 每一筆操作 都是賺錢不賠錢 那我只能說 怎麼樣去降低 你再使用KD 再配合黃金交叉 操作的一個風險 你看它的一個均線 或者它的一個 K棒的技術型態 跟我們剛剛 舉例說明到的 萬宏華邦店買進的時候 其實不太一樣 它在黃金出現交叉的時候 並沒有所謂的一些 帶量紅K棒 然後整個均線的型態 它都是比較偏空的 就是我們之前教過的很簡單 空頭排列 五日十日月線 它都是比較 空方的排列 所以說 你當發現 KD指標黃金交叉 但它整個型態 其實並不是 我們剛剛前面舉例 有些買進的時候 它是翻多 比例說站上五日十日線 這樣都沒有 你看它圈起來的地方 整個K棒的型態 不管是 單日的K棒 甚至是 過去幾天的K棒 甚至均線的型態 你對它上面圈起來 它都是很明顯的 空方排列的走勢 難怪後面還會再有一波 所以說 在這個地方 大家就會說 教科書教我們 KD 黃金交叉 在二十以下要買進 但是你看它的線圖 簡單來看 其實跟 我們再上 看前兩張好了 華邦店的好了 我們這樣 對 好 OK 你看華邦店 第一次跟第二次 圈起來的K棒 其實第一個 我們講第二次 那一算是最準的 那個時候的均線 五日似乎穿越十日 均線有點往上 然後K棒 是不是都出現 紅跟紅棒 紅棒的一個轉牆 這個時候的買進 KD 黃金交叉 你可以做參考 但是我們切回去 剛剛談到的網家 黃金交叉兩次 K棒的型態都很弱 均線的架構都很弱 所以那個地方 並不適合去做一個 買進的動作 對 所以我們 解答各位的迷思就是說 教科書 我們常常看到這些東西 但是你基礎的一些配合 我們講K棒的型態 均線的理論 你可以提高你的勝率 而且避免一些 不必要的出手 甚至是可能會犯錯的一些操作 我相信在KD的使用上 你應該投資人會 覺得它是一個 非常好用的指標 對 所以總結來說呢 我們今天一樣提供一個 大家很常見的KD技術指標 給大家分析 不過呢 大家要注意的是 你可能同時要搭配著這個 K棒的型態 還有呢 剛剛前面有講到 它的股價位階現在在哪裡 還有它交叉的位置 可能都是你要同時做參考 不是說啊 20買 80買 空間交叉 對 因為這只是大家朗朗上口的理論 但是其實中間它涵蓋著很多 運用的技巧 當然 我們沒有辦法在短時間內 把這個 因為太多東西交給各位 當然如果有任何問題 你可以在網路上留言 連YoutubeLineIt都好 可以再做一個詢問都OK 沒錯 可以加入這裡 欸 有沒有發現不一樣啊 為了那個響應大家熱烈的那個 欸 這個 最近還有一個新的對不對 對 Telegram 就是新的通訊軟體 就跟Line類似啦 也可以 跟你的朋友在上面聊天都OK 就是說 我們有更多的管道 管道可以投資 因為大家每個人用的軟體不一樣 有人可能不用Line 有人用 什麼WhatsApp嘛 對不對 也有人用其他的通訊軟體 像太多了 像太多 像Line這種通訊軟體 所以 我們也成立一個 新的 右邊藍色那個 是不是 你可以輸入 STOCK1688 也可以找到我們的帳號 是不是 大家可以趕快叫 你看都換一個新照片 是不是很有誠意 趕快加入 趕快加入 好 如果大家 對我們今天的節目 有什麼樣的想法 都可以留言在下方 那麼歡迎大家留言分享加 按讚囉 我們下週見 拜拜 好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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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